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所以在香港的市民也是國民 每一個香港人其實都應該是愛國愛港的 當然更加去到作為一個管理一個地方的人 他更加是需要有一個愛國的心 所以愛國這時港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日前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指出 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 回憶起多年前與學生同去南京做考察 參觀南京大屠殺 越南同胞紀念館 南京條約史料館等地的經歷 楊潤雄感觸頗深 他說只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 國家由當初的積貧積弱發展至今 愛國者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們國家的發展其實在過去是有一段時間 是經歷了很多困難 有很多人傷亡也好 國家有很多利益被人搶奪了也好 但是由那個時候一直一直到今天 我們國家的輕盛 無論在經濟發展或世界上的影響力 在國力上的發展 其實是需要在過去那段時間 一代又一代愛國的人的努力才可以做得到 這更反映了無論國家面對多艱難的時候 始終是需要有一班真是愛護國家 真是對我們國家有感情 對我們民族有一個認同和一個責任的人 一起為國家去努力才能夠做到今天的成果 近年來香港的國民教育問題被所關注 楊潤雄指出 當前教育局正通過優化學校課程 提供教材指引 開展課外活動等多種渠道 從教育層面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身份認同 一方面我們透過課程 一個課程裏面 包括在不同科目裏面 譬如有時中國語文科 中國歷史科 或者地理科 裏面都有關於歷史地理 或者語文上面 或者一些舊的篇章裏面 是將一些重要的價值觀 亦透過裏面傳授出來 另外我們亦透過一些教材 譬如憲法 基本法 國家安全教育 這些教材我們都有做 而另外就算平時的科目 我們都有做一些輔助的教材 給老師可以去用 令到他的教學更加用 此外 楊潤雄還現場介紹了一套 專為香港學生定製的國情讀本 據了解 該讀本名為《我的家在中國》 將由教育局派發給香港中小學校作為教父材料 其實這套書在國內都發行 但這套是第一將它轉為繁體版 第二 亦都是2021年的版 即是最新的版本 亦都是有一些 當然是最新的資料放在裏面 其實它涵蓋在這裏 涵蓋了六個範疇 包括了城市 道路 山河 就算一些湖博 民族 節日等等 它都有包含到 每一個範疇都有八本書 即是總共有四十八本書 學校 無論是學生自己拿來閱讀 或者老師當去做教學的時候 那個資料更加充足 楊潤雄介紹 未來教育局也將鼓勵學校 通過舉辦國家安全校園必報設計比賽 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等課外活動 幫助同學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及國家安全的重要理念 除校園教育外 楊潤雄指出 在香港社會中著力推廣中華傳統文化和價值觀 也至關重要 我們將一些傳統下來的一些中華經典的名具 是做了很多宣傳的物料 可能在學校裏面做一些書籤 那些派給學校 但我們亦都在譬如在巴士站 或者在地鐵站 那些我們都做一些宣傳 我們就希望就算全港的市民 見到的時候 都會去欣賞我們傳統文化 和我們傳統的價值觀 當中亦都有一些做人的道理 那希望可以將我們 大家民族裏面的一些共同的價值觀 慢慢再帶動出來